用力揮動國旗 藍營二十四號 借下青島東路東側 靠近林森南路的路權 還出動電視牆宣傳車打對台 但若眼可見人潮稀疏 和另一側抗議群眾 形成強烈對比 民團抗議國會擴權 涌近十萬民眾到場聲援 深夜空拍畫面曝光 重現太陽花十字 立法院內外加派人力到場戒備 更有人採著塑膠椅高舉分流看板 活動主辦單位不只高聲呼籲誤衝突 更有標語寫著保持冷靜不充立院 資深媒體人也點出 立法院抗議民眾集結 鐵門通常都會拉下或關起來 但這回居然門戶洞開 氛圍有點異常 作家飄浪島嶼也在臉書分析 立法院外十萬人群眾上街頭 民進黨卻自行先拔虎牙 成為時間到就散會的大型群眾集會 因為一旦民眾衝立院反而引發社會反彈情緒 至於藍白則期待衝撞 能指控綠營暴力堆高同情票 異常抗議示威衝與不衝三黨各有 盤算如何最大化成選票 3D新聞李文婷 崔道文英台報導